Hello,大家好,我是Villery 那今天影片主題呢,有沒有看到後面的這些包包們 對,沒有錯,我們今天的影片主題呢,就是要來聊包包 那我今天是想說,蒐集了在我身邊 就是七個LV包包的一些使用心得 因為每款包包長得都不一樣,然後很多包包其實 我是從就是 長輩那邊接手來的 其實我覺得每個年代熱門的包型都不太一樣 那我今天是想說 就是,借我手邊這七個包包 就有些可能是比較Fanty,比較復古的 我想說,跟你們分享一些他們的使用心得 然後一些我自己的搭配思路 那在影片正式開始之前呢,想說先跟你們小小的 聊一下關於精品這件事情 那先不管你對於精品的感受如何 可能有些人覺得說沒有必要花這麼多錢去買一個品牌溢價的包包 那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說精品包包就是 人真的弄一道什麼很開心的事情啊,可以買來犒賞自己的一個小禮物這樣 那我對於精品這件事情是不會過度的去鼓勵 但是也不會到排斥這樣 我覺得以精品能力能夠負擔的情況之下 永遠精品並不是一件壞事 那非要不多說我們就直接開始進入今天的影片主題 那第一個要跟你們聊的包包是這一個由VRWOC 它雖然是我就是收到它之後 我使用率很高很高的一支包包 那這一支包包其實是三十年前的時候 我們去巴黎的時候買的 然後那時候本來是送給老村的媽媽 可是因為它後來就是這個背帶有點太短 所以它後來就是又傳送給我 那總而言之呢,這支包包我覺得以它的使用率來說啦 就是當年我買的價格是蠻可愛的 近年精品的價格真的是長得蠻多的 所以就是招賣招享受 那其實剛才只收到這支包包的時候 我對它的顏色有點沒有這麼有自信 就是畢竟紅配藍並不是一般人就是在賣LV 會首先考慮的一個配色 但我發現因為它的顏色是比較低調藏藍色 加上它這個品牌的那個印花沒有很明顯 然後這個方形的設計又其實還蠻年輕的 所以再搭配一些比較美式休閒的T恤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還蠻合適的 而且你看就像我現在穿的比較容易的一點好了 我覺得搭配也是沒有什麼違和感 就出門的時候隨手應領我覺得很方便 那其實WOC就是Wallet on Chan的縮寫嘛 所以它裡面其實可以兼具錢包的功用 那這支包包除了外面的包體以外 它裡面還附兩個這個 一個是可以裝卡片的 但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在使用嘛 因為女生嘛 有時候換包包比較麻煩 所以我就是拿一個小卡架隨時 所以一定可以換到另外一個包包 那另外一個是這個 我平常是也沒有什麼在用它 我就是收起來 那偶爾會裝一些鈔票之類的 總之呢我覺得LV的WOC 算是一個很好入門的一個包包 而且很方便的使用 就如果今天在看這支影片裡面 想要挑一個就是日常可以使用的包包 會很推薦的一款 那它除了這個藍色之外 還有一些比較經典的顏色 就是LV經典的Modogram的印花 然後我印象中還有黑色吧 對 那就是今天這個包包的簡單介紹 那在搭配上除了剛才講的比較 就是比較休閒的T-shirt之外 我覺得它如果把這個鏈帶收進去的話 這個鏈帶收進去的話 也是一個就是手拿包的包型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就是它的袋子其實 就是我剛剛拿出來的時候是蠻短的 但其實是因為我把那個 它的那個鏈帶又扣在裡面 所以它本來的長度是可以到鞋背的 就是一款有很多種背法的包包 那它側背的話 我覺得搭配一些小洋裝 或是一些禮服的話 也是蠻合適的 就是不違和啦 不會過於妝中 但是會覺得 你身上有一個金顶座點綴這樣 就如果你們有看男具 好像就不是如果有人住院神經的話 就是你們就會拿一個電鍋 然後裝吉堂去一邊探望 那這個就有點像是那個電鍋的包型 其實這種包包我這樣算算用了兩年多 我自己 就是對它的心得 就是 可愛大於實用 就是它的肚子啊 是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可是就是出門逛街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人抱著一桶東西 然後拉拉鍊在結帳 那我之前其實有出一支 關於它的開箱 就是如果你們對於買這款包包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 那再搭配上 因為它本身的外型就已經蠻吸睛的 所以在搭配上有時候你穿個簡單的白T 然後牛仔褲 另一個它整個人的造型感就還蠻強的 但是我有時候會喜歡搜集一些 比較復古的衣服 像是Majory他們家的衣服 就是比較有設計感 然後比較走復古路線的 那在背上這個包包 其實我覺得它是有起到一個很和諧的作用 那像我左側這邊的包包 它可能就是比較lady 比較優雅的 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優雅再加上優雅的搭配 我覺得有時候會太過 我喜歡整體的搭配都走一個太娘的路線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一些比較 像是比較零零交交的包包 像是剛剛那個WOC它是很方的 就比較年輕 那這個包包呢它就是比較 也是比較年輕一點 就比較可愛 比較玩味吧 簡單來說就是一顆造型感滿分 但是實用率我覺得沒有到很高的一顆包包 那因為我已經背它兩年 其實我累積蠻多這個包包的穿搭照 那就放在這邊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這顆包包呢 是我人生中的第一顆LV包包 我自己這個人平常在用包包的時候 並沒有到的是很和諷 因為我覺得包包買來就是要拿來用的 那這一顆是我18歲的時候 就是媽媽送的 算成年禮吧 其實我覺得以它的就是現代的 看起來的樣子 應該算是六七成星吧 那這一顆包包呢 是剛剛講嘛 是我18歲的生日禮物 然後到我今年 竟然已經用了九年了耶 那它其實平常是被我拿來當做工作不好用 就是我大學的時候也是被它去上課 雖然以前上課的時候要裝書 裝筆記性電腦 然後上班就是因為那時候去教書 做家照嘛 所以那時候又要塞一些文件雜誌 然後加上水啊 然後小螺螢石這樣 反正啦我就是在這個包包塞了各種東西 然後你們想想看喔 一台筆電 少數1.5公斤吧 而且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不是用Air 那時候是用Pro 就是要多重 然後小朋友又要用那個平板上課 加平板好了 我要去Pro10階的時候 我終於算2公斤好了 然後再加上平板 然後加上課本 而且課本不是那種課本 課本是那種有厚度的 因為文法書很厚 然後加上一本 所以我當然是背這麼厚的書 然後這樣一台電腦 然後再這樣一台平板 就這麼厚的東西在這個包包裡面 我覺得小時候它應該承重了大概5-6公斤的重量吧 這個背帶是不是看起來很細 很脆弱 但是它可以承受5-6公斤的重量 然後讓我背了9年 我真的覺得這個錢花的太值得了 而且我應該會一直背它下 就是算不背 所以我應該會把它收藏起來 因為它算是我人生中一個 陪伴我經歷過很多事情的 一個很有意義的一個物品吧 所以我覺得金瓶包包就是這樣 就是可能 你當初在購買它的時候 會花比其他的包包 買了更多的錢 但是它的質量 或是它能夠陪伴你的時間 可能相對的比其他包包更長一些 那其實除了就是金瓶包包以外 我平常蠻少的 就是幾乎不會去買就是其他的包包 不是因為我覺得說 一定要精品才好 其實我覺得如果一個東西它的品質夠好的話 其實可以陪伴你更長的時間 而且像我平常在逛街的時候 就不會常常早餐不吃 覺得說哇這個包包好漂亮 那個包包好漂亮 我都想要這樣 但是每個人的消費觀念不一樣 所以就是不鼓勵 但是也不排氣 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我的使用心得 那如果你今天是學生 或是你是上班族的話 其實我還蠻推薦這款 Never Fall的 雖然說它可能就是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它已經爛大街 畢竟這個包型 從好久以前的LV就出了嘛 每次就在我自己覺得 我看你它的時候 走在路上看到有其他人背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真的蠻漂亮的蠻美的這樣 那這個包型就是推薦給 可能你平常跟我一樣 需要裝很多電腦文件書籍的同學們 那我也謝謝我自己在18歲的時候 能夠說到它 然後也很謝謝它 陪伴我經歷的這些歲月 跟這些努力 好 然後我跟你們分享一個有趣的故事 就我剛剛說到它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背它 然後就上班 然後下班的時候 老孫就莫名其妙地帶我去農場 就是可能想要給我一個驚喜吧 然後還有我就想說 好不好 就我那時候全身就是很 很就是西裝褲 然後上班造型 然後我就背著它去農場 然後呢 我們去餵羊 反正我在餵的時候 覺得奇怪 怎麼就是 感覺包包在被動到的感覺 然後一走過去 因為那間農場它是 兩排榨籃 就是兩邊都有羊 我在背著它餵這邊的羊的時候 另外一隻羊就在啃我的包包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包包上面有一個 羊的尺痕 就它斷掉了 我當下真的是蠻傻眼的 但是 就也就是算了 就是一個紀念價值吧 那接下來呢 就來到我最近最新收到的三顆包包 就是我身後的這三顆 那剛剛我聊到這些包包 其實都是從長輩那邊接手下來的 有些包包就甚至都還沒有用過 你們有看到那個紙都還沒拆嗎 就是我在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有先上網查過 就是對這些包包做一些背景調查 那這顆包包我發現是前幾年 其實也算是一個蠻紅的包款 就跟剛剛聊的neverfall一樣 它是那時候的經典款吧 然後它又被人家戲成是保銘球包 其實我自己看它是覺得有點像是波士頓包的包型 只是在包體這邊做了一些褶皺 所以就更多了一些設計 但是因為波士頓包它的外型就是比較 幹什麼啦 比較陰氣嗎 就是比較 可是因為波士頓的包型 就是比較沒有一些比較繁複的設計 你們看一下 波士頓包就有點像是這一顆 但是不太一樣 今天我用細的那是腳趾包 波士頓包型它是有點 跟橢圓形的功能的感覺 然後這次是三角形的 那其實你會發現 像波士頓包啊 neverfall 就是比較算是可以 嗯 流傳下來的經典包款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它少了這種比較繁複的設計 所以 相對的比較耐看一些 那這次包包的話我覺得它就是比較lady一點 然後更有時代感一些 那我可能會選擇在冬天搭配搭椅的時候再提它 給你們看一下 像我現在穿這樣 再搭它 我覺得就有點太隆重了 但是我穿這樣子 然後搭這個包包 你們會覺得這種比較平面的包包 會比較耐看 然後看起來更年輕一些 那緊接著我們就來聊一下 剛剛一直提到的這顆腳包 它們 這些包包正確的平面 我就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一個包包一樣就是 有一點年代感的 然後你們會發現它是我唯一顆 就是棋盤格的包包 其實一直以來我對於棋盤格 都是就是沒有這麼喜歡的 但如果你平常是有在看日雜的同學 你會發現 日本的女生還蠻喜歡棋盤格的 所以我覺得LV跟Chanel 你走在日本的東京街頭 算是人手一個的配件吧 而且日本女生本來就 把自己打扮得很精緻 就是每個細節都做得很到位 那每次看到他們使用一些特別的配件 就會覺得好燒喔 就是 就也會想要有同款 有點扯人的 回來 那其實這一個包包的話 我覺得它跟我身後的這個圓桶包一樣 因為他們本身的 就是 本身是蠻硬挺的 然後就造型感蠻強烈的 所以 搭一些比較有奢體感的衣服啊 或是搭一些比較簡單的衣服 我覺得都很好看 所以你看我現在搭配這件洋裝 然後LINTA好了 雖然說沒有到就是 百分之百的很合 但是也不會有太大的違和感 不過我自己更喜歡 就是更偏向拿它來搭一些比較 比較歐美景的衣服 就跟你穿個西裝外套 然後穿個黑長褲或是牛仔褲 再LINTA 一樣就是在你的整個造型上面畫龍點睛的一筆 就自從拿到這部棋盤格之後 我發現好像棋盤格也不難看 就我發現各種包包 其實只要有合適的衣服搭配 就是都可以突然它的優點這樣 那這個包包的故事一樣 是我大概三四年前去巴黎的時候 幫孫媽買的 不過帶回來之後 就是孫媽一直沒有背 所以 嗯 最近就是 從阿姨那邊接手了一個漂亮的包包 不過又有點小可惜 因為那時候從巴黎回來的時候 紙箱 就是它的LV的外盒 就是這個橘色的盒子 有點太大了 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把紙箱帶回來 導致這個包包一直以來都是 只用一個防塵套套著 然後就直接收在衣櫃裡面 也沒有做一些保護措施 所以 就你們看到這個把手這邊有點黑黑的 其實是這個 它的這個背帶 就這邊 有點脫膠的關係 所以有時候在LINTA之後 就是 它的那個膠都會黏在這個把手上面 我應該會找一天去LV的專櫃問一下 貴姐姐是有沒有解 那坦白說 我剛一直在收到這個包包的時候 我是覺得它的商務概念 強烈 就是比較像是 呃 上班族會拿的一些共識包這樣 就我第一眼看到它 我腦袋中浮現的穿搭idea 是 比較像是上班族會穿的像是西裝啊 或是一些套裝 就比較常識的風格 而且因為那時候我剛收到它的時候 它其實 包包已經有點變形了 就有點凹 我現在是在裡面塞了一些衣服 讓它膨起來 因為我後來上網找關於這個包包的資訊 後來就發現它在 就是它如果狀況完好的情況之下 是一個蠻漂亮的包包 因為它的設計是T型的 所以 就有點像是Prada的殺手包的縮小版 就 我覺得蠻想我的 就是好像職場精英會帶的一個包包 不過因為它多了這條背帶 這條背帶我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這條背帶 就是除了可以用在這個包包上 還可以套在相機上 就是變成一個蠻可愛的相機背帶 就是粗的背帶會讓整體的造型 多一點陽剛玩味的趣味感 就是可以中和掉可能原本包包 比較 比較lady 比較純女 然後比較商務感的氛圍 所以我自己平常會這樣背 因為我剛剛提到的那些關鍵字 就是商務感啊 然後職場啊這些字 所以在這個包包搭配上會比較偏向 就是把它跟西裝褲啊 或是一些套裝做結合 但如果你不想要整個太拒絕 太絲襪的話 在褲子的選擇上 就可以選一些 像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基地的寬褲 會讓你整個在正式中 多一點鬆弛的感覺 像我自己就是會喜歡挑 就是比自己的身形多一兩吋的襯衫 然後你在背上這個包包 就穿起來比較舒服 比較自在一些 然後褲子的選擇上 也不會選那種很緊的 替妝褲 可能就是極地的寬衷替妝褲 才有跟鞋 再配上這個包包 我覺得你的臉上 就是寫的專業版的字 就是可以信任 總之呢 這個包型我是蠻推薦 給上班族 或是一些職場精英們 我們去使用它 好啦 那很快的 來到今天的最後一顆包包 這個包包其實是一個Ventette 就是在二手的網站上買的 我記得吧 就是大概三四年前吧 就是Ventette 在台灣突然一陣流行 像是Ventette 或是一些LV的老花 Chanel的那個 經典的化妝箱 都被拿出來 操作了一番 中官所有精英品牌 我覺得LV算是一個蠻實用 而且 因為我本人比較粗 加上我覺得包包買了就是要來用 所以 我在這些包包的使用上 並沒有到 就是呵護到 不能讓它們磕磕碰碰的程度 就一般正常使用這樣 但它們目前的妝容 都維持得還蠻好的 這個包包其實是一個難用的手拿包 那我在拿到我的一個WOC之前 我是用它來搭配 像是一些比較玩偽的T-shirt 因為同時期啊 就是Ventette在紅的那個時期 像是一些KUJI的品牌T 或是GAS的品牌T很紅 喔還有Levi's的 反正那個就是燒起身品牌風 然後 比較復古的T-shirt 戴一件刷舊的牛仔褲 小白一些 然後再加上這個手拿包 其實我覺得整體的造型 算是OK啦 就是還蠻好看的 好啦 那今天的LV包包回集 就給你們分享到這邊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分享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下下面的Like 跟旁邊的訂閱 那接下來會有更多 關於穿搭的影片釋出 因為目前我的品牌的 忙碌程度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我覺得開始 就是開始有點上手了 所以一些我想做的 還有一些穿搭影片 我會慢慢的就是慢慢的Catch up 那離開以前呢 不要忘記點下面的連結到我的官網去逛下 那今天的衣服還有一些文西部人的穿搭照 後面的單品都買自我的韓國品牌 Prizzly Little Vanity 小胡射俱樂部 那離開以前可以去逛逛看有沒有什麼新鮮貨 那我們就下次穿搭影片見啦 掰掰